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经过了连续两天的震荡回测走势之后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重新由多方来掌控优势 指数最终是上涨了161点 来到了13878点 是再度改写了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那虽然说指数的一个部分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你经过盘中 你有去参与今天行情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发生在指数的最高点 13921点 拉回来到指数当时来到13800点的准数关卡 这个回挡120点的一个行情 实际上它只花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且最近期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到 盘中越来越容易出现这种大幅度震荡的一个走势 当然一方面跟这个指数来到一个相对高级期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毕竟从低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从12480涨到13921 它也涨了接近1500点的一个幅度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到底在盘中如果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波动 虽然说以最后收盘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是一个盘中的震荡洗盘 但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 所谓的拉高出货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先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做解析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 过去这六天的一个行情 也就是从上个礼拜一开始 我想多方控盘的那个 控盘的力道 我觉得基本上算是控制的非常好 怎么说 过去这六天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下跌 礼拜一到礼拜三成天上涨 然后今天也是成天上涨 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这四天的上涨行情当中 不论当天是红K或者是KK棒 它的一个量能都控制在2300亿元 到2400亿元之间 那之所以特别跟大家强调 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在于说 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出现拉高出货 或者是爆量的一个反转 它必须在市场非常热络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从这四天的一个上涨 它都维持在2300亿 然后它又都有创新高 这个反应什么事情 这个反应就是说 即便指数创下了新高 其实市场都还是非常的谨慎 并没有去做一个大幅度追价的一个动作 简单来讲就是量能其实并没有看到失控的讯号 所以也就是因为如此 今天的一个指数在尾盘的时候 还能够收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因此后续的一个行情 不论是出现这个所谓的上涨 或者出现下跌的时候 它只要能够控制在2300多亿元以下的话 我认为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个讯号 但什么时候会出现所谓的爆量反转呢 如果说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最大量 它是发生在11月10号 当时的一个成交量是来到2493亿元 也就是你要大于这个成交量 它才是属于一个相对爆量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原则上你没有看到2500亿元以上的一个大量 它都不会走所谓的肩头反转的一个讯号 简单讲就是不会突然这样子下去 那除此之外 你还必须要看到爆量的长黑 什么叫做爆量长黑呢 爆量长黑不代表说它一定要做下跌的动作 只要你的开盘跟你的收盘 即便当天是呈现上涨的 你的开盘跟收盘那根实体 它如果超过1%以上的幅度的话 当然前提是要黑K 这个就代表说有量能开始往下杀 然后当天那个空方又比较占有优势的时候 看到这种讯号 大家才真的要稍微比较小心一点 追价上面它会具备有一定的风险性存在 因此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前 我是觉得大家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乐观 比较偏向多方的一个角度来做看待 我认为现阶段的行情应该是这样子来做一个解读 好但重点呢 毕竟涨到13900多点 大多数的股票其实都有轮过之后 到底现阶段你要去寻找那种强很强的 还是说寻找那种低基期补涨的一个个股 我想这个时间点当中 当然其实大家也要稍微去做一个选择 那你如果刚刚有仔细看我的一个封面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那个低基期的一个个股 但你如果有仔细看我封面的一个投资朋友 不用拉回去看 我马上就会跟大家去做报告 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游戏机 就是我在上个礼拜五在非凡前见百分百当中 那个时候我帮大家所准备的专题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把比较详细的内容在自己的节目当中 再跟大家去做一次分析 但在此之前 在讲这个游戏机相关的一个概念股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谈一档强很强的股票 叫做2327的国具 简单来说 这个时候你要做强很强的个股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有基本面的优势来做一个辅助 所以过去我在节目里面 包括我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 就是2327的国具 对不对 好那从我那天跟大家谈价格还不到400块 到今天的收盘价已经来到418.5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几天外资其实都是站在买方 所以筹码的部分 我就不去多做补述 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认为整个被动元件的基本面 它的一个变化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首先如果说我们就这个 今年被动元件的一个产业来看 它有没有出现回温 根据我们包括棉就团队 包括了这个市调机构的一些调查 今年被动元件的全球产值 它的在全球的一个产出的价值 它是一个年增高个位数的成长 什么叫做高个位数 简单来讲 5%都是属于一个中间值 你如果是落在6%到9%之间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会称之为高个位数 那同样的低个位数什么意思 就是落在1%到这个5%之间 这样就属于一个1%到4%这样的一个区间 它就属于低个位数的一个成长 所以你从今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不要忘记 今年事实上有疫情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也没有去讲单一公司 你单纯就全球的产值来看 今年是一个高个位数 也就大概8%到9%左右的一个成长 算是在整个产业当中表现还不差的 但重点是在于明年 这个产业 它会持续呈现双位数以上的一个成长 目前市场的一个共识 大概是落在11%到12%之间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年已经比2019年来的成长 然后明年又会比今年成长 大概11%到12%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在告诉你说 被动元件这个产业 它其实正在走一个复苏的一个力道 除此之外 那为什么会复苏 当然跟它的一个应用是有关系的 首先 5G的手机用量 因为5G的手机用量大概是 一只手机的 对不起 4G的手机 4G的手机的一个被动元件用量 大概是700到800克的一个被动元件 但是到了5G手机的时候 你会增加到1000到1100克的一个被动元件 所以它的增加幅度 原本就有20%到30%左右的一个成长 所以5G的手机增加 对于被动元件的需求来讲 它是增加的 除此之外 明年5G的一个手机 因为今年大概是出到2.1 2.2亿支左右 那明年5G手机的市场 保守预估应该都在3.5亿支以上 也就是说明年至少能够成长5成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原本的用量就增加 然后我的整个5G的手机的市场 又增加的状况之下 它对于被动元件的需求 当然就会呈现大幅度的一个调升 但现阶段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2019年为什么这个国具 它从1300块一路跌下来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被动元件的市场都很乐观 所以大幅度去做扩产 但是从2019年这一波摔下来之后 事实上大家的一个 大家扩产的一个动作相对来讲都比较保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明年你对于被动元件的需求会增加 我们这个时候都只讲到5G手机 不要忘记 还包括5G地台 还包括了电动车 这些产业它对于被动元件的需求 其实都会呈现比较明显的增加 所以预估在明年的第二季之后 整个被动元件它会出现短时间 那个缺口不会太大 大概1%到5%的供需缺口 简单讲就是需求会比供给来的大 这个当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大家如果自己做生意就应该知道 这个代表说它会去做涨价的动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明年第二季有机会去做一个涨价 那你要等到明年第一季尾巴再去做布局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以这两个股来看的话 这个时候我觉得关注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在于周线的一个景线 它的426块半 这个价格能不能够去作战 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2327的国具 如果说我们从周线图 这周线图稍微比较乱一点 我把它稍微排序一下 我们用以这个角度来看 周就不用了 我们就用13周 就是这个季线的一个部分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以目前的一个周线的话 它的一个景线位置是在这里 426块半 那今天的收盘已经来到418块 大概只剩下大概8块钱的空间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不要讲这个比较极端的值 229.5跟426这个差200块对不对 你光抓比较小的那一段 这里是426.5 这里的低点是多少 是320块 它差距是多少 差距是106块 它临头去掉 你只要算100块钱的差距 我如果等幅测距往上 它告诉你什么事情 它告诉你说 它中线的价格 它会来挑战 今年年初的高点叫做498 基本上这个也符合 产业的逻辑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呃 今年的产业比去年来的成长 所以今年股价比去年高合理嘛 对不对 那呃 明年的产业比今年来的成长 那我明年股价是不是应该要比今年高 所以498块会不会是这个波段的高点 好 大家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或许你对于 国具 或者对于董事长 或者对于他的前妻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的确具备了去挑战 原本波段高点机会 好这个是你从产业可以得到的结论 你从技术面当中可以得到的结论 所以类似这种股票 呃强很强的股票 不是说每一档都可以做 每一档都不能 或者说每一档都不能做 重点是 它的产业 有没有持续再去做一个成长 所以大家在去追逐强很强个股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你手上的个股 它的产业是不是出现成长 好那如果你不知道是不是的话 你需要夏老师给你一些建议的 那没有关系你可以透过Lite 或者你可以透过我们服务电话的方式 来跟我们去 来让夏老师给你一些意见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谈的 强很强的股票 因为联电我真的没有啦 这个我老实讲嘛 我知道今天一定是讲联电最加分嘛 但是我们还是讲我们手上有的股票 这个我觉得 对于大家来讲比较公平 因为如果说 每个人都要去讲那个盘面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事实上如果操作没有做 或者是说 讲的不清不楚 大家只是要去做追高的话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个意义存在啦 好不好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简单 稍微带过 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是强很强的个股 那这个时候左眼的重点应该是在于 相对来讲基期比较低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对大家来讲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 因为这个时候基期偏低 至少他要跌也跌不多嘛 或者是说 我讲到基期先 我要先强调哦 基期偏低 他的现行还是要强势的哦 他不能够是一个弱势现行 因为弱势现行代表指数创新高 你没有跟到嘛 那你没有跟到 就代表说你是 可能公司有什么样的 利空还没有出现 那种个股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操作 但是如果他是属于强势现行 但是现行偏低 那个基期是偏低的 我倒是认为说这个对于大家来讲比较安全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轴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你看我的 对不起 这个就是获利啦 但获利多少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359块买进 如果我们的看法是 他能够突破498的高点的话 那你哪里要去做买进 我哪里要在做加码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 就是大家应该从这件事情当中 不是说看赚多少 看赚多少有什么大不了 就是就是60块钱的价差嘛 对不对 重点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当中再去做切入 或者是说 他能够带动什么样被动元件的个股去做补涨 这个是你从国序当中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读出这些讯息啦 而不是说看了一档股票 我们买多少出 现在多少 我觉得那个倒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另外回过头来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跟大家谈游戏机 因为大家如果去 其实我很少玩游戏机 因为没有时间 但是这个产业我们还是花了一点时间研究 那现阶段 我觉得以市场现阶段 这样的一个热度来看的话 这个你很难说 他不是实质的利多 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次 11月应该是落在11月9号到11月13号这一周 一共有两个主机去做发行 一个是Sony的PS5 另外一个是Xbox的Series 就是Xbox系列的X跟S 就这两个型号 那这有什么差别 因为包括PS5它也推就是光碟版49800日币 然后数位版就是它只有硬碟 它没有光碟的 它是39800日币 然后Xbox的X它是属于有光碟的 S它是属于没有光碟 它也是数位版 大家有这个简单的认识就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销售状况到底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首先PS5的部分 北美预购前面12个小时的前半天 它达到的数字是PS4前12周的销售量 那它前12周销售多少 我这地方有告诉大家简单一个数字 它PS4在2013年的11月份 11月15号开始做销售 前12周一共卖了100万台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前12个小时的预购 它就已经达到了100万台以上的一个水准 这样够多吧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日本它在首周就是 11月12号开卖嘛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统计到11月15号 12 13 14 15 事实上它只有统计4天 那为什么是首周 因为他们就算到那个礼拜的礼拜天 它一共在日本一共销售了11.8万台 那有时候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到底热不热 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跟黄牛买东西 因为还是要有个市场机制 但是以现阶段日本的网路黄牛价 PS5的网路黄牛价 开到多少 开到40万日元 我刚刚是不是讲了说 光碟版的报价是多少 49800 没有零的 就是49800 就是49800 你算5万块 炒到40万 它是多少 它是8倍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台湾的价格 台湾的价格是15 15980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15980 网路上的黄牛价到多少 目前看到最贵的是看到6 6万台币 大概多3 就是大概3倍的价格 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现阶段市场在抢这个 PS5 它的那个 热度到底有多高 那他们自己的那个 索尼互动娱乐就是 Sony专门拆一家公司 负责这个游戏机 跟游戏的那个销售的 财务长 他们自己谈到说 上市的首年度 要超越PS4的760万台 大家看这个数字 可能会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这是11月12号开卖 卖到明年的11月12号 760万台好像不多 你如果第一天就卖 卖超过100万台的话 我要告诉各位 日本的会计年度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会计年度就是 比如说像今年 是2020年的1月1号 到2020年的12月31号 这是我们会计上的一年 大家讲的上市首年度 是日本会计制度的一年 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会计 他们的那个会计年度是这样子 是从比如说像今年 2020年的4月1号 对他们从4月份开始算 一路到明年2021年的3月31号 这是一个会计年度 所以同志们你可以理解吗 今天是11月23号 对吧 他原则上 在7天就12月了 他只有4个月的时间 4个月又7天的时间 他要卖到760万台 同志们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到明年3月底之前 他要卖到760万台 有没有机会达成 只要供货没有问题 他一定会达成 如果以目前市场的热度来看 来看是这样子 那Xbox X跟S 它的销售 事实上第一 首日的销售还不错 120到140万台 那日本上市首周20534 它是比上一代 它上一代是Xbox One 大概销售减少了3000台左右 它那个时候的 Xbox One的销售是23500多 我记得数字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减少 实际上包括这个PS5的那个也是减少 因为它缺货的关系 但我稍后我会跟大家讲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关系的原因在哪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Switch Switch的部分 在这两台主机上市之前 它的那一周销售是13.9万台 连续29周 称霸日本 连续29周 那实际上在PS5发布的那一 那一个礼拜 他们也销售了11.6万台 实际上跟PS5的11.8万台只有差2000台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嗯 Switch其实卖的很好 它不是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如果你有在玩游戏机的投资朋友 你会知道说PS5跟Xbo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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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求的客群其实不一样 Switch是比较 轻度玩家 就是 对打电动没有那么痴迷 然后 手上的东西可以玩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 像上面那两台主机 你都是要在电视机前面玩 你没有办法带着走 这个部分大致上的差别是这样子 但是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年度出货量上修三成来到2400万 那累积到11月份全球销售6800万 它是超越红白机 好但无论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 它是现阶段整个市场 这三台是整个市场 最热卖的机种 那我刚刚讲了嘛 呃 为什么销售好像跟上个世代比 好像有差 PS5跟Xbox有差 因为 他们用的都是MD的 CPU是用Zen2嘛 然后 GPU 就是那个绘图 绘图 绘图晶片 他们用的都是MD的那个 RDMA2 那 简单来说就是 都是台积电生产 7奈米的 台积电7奈米的产能生产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台积电的产能满载 那当然他们有没有去做饥饿行销 我告诉各位绝对有 但是 这时候产能满载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它不会影响到零主件出货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 台积电的 的CPU出的没有那么快 但是你其他的你可以先做 对不对 所以对这些公司来讲 我认为其实会有一个 11月份12月份 我认为整体营收表现都不会太差 尤其是因为10月份 我们那时候讲过嘛 10月份因为 有中秋节有国庆年假 所以他的工作天数比较少 所以他营收原本就会下滑 但是你到了11月份之后 因为你出货的关系 然后你的旺季递延的关系 所以你这些供应链 它是让在11跟12月 它会找出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好所以我们就快点来看一下 几档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第一档个股3037的星星 好那因为星星跟蓝电 他们同时出Xbox跟PS5的ABF载版 好所以这件事情呢 当然对于他们来讲势力多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些星星因为有三音场大火的关系嘛 但是那个大火的影响到的产能 最主要是BT载版 所以我之前我有跟大家谈过 3189的锦束这家公司 对不对 好但回过头来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重点就是说三音场大火 它影响到BT产能 它现阶段把这个产能转移到 台湾的新风场 那苏州场不用讲嘛 苏州场一定在中国嘛 对不对 那因为认证的时间 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在这里烧 10月底烧 原则上 原则上最 最快 应该说差不多啦 就是年底跟明年年初的时候 它的新风场跟苏州场会通过认证 好所以 这件事情呢 它会对于第四季的财报会造成影响 但是有一个问题 第四季的财报什么时候公布 明年3月底 所以它这段时间等于是财报的空窗期 那空窗期它只要财报没有交出来 大家也不知道影响多大嘛 对不对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有那个 简单讲就是我们过去所谈到的那个做梦行情 那实际上它也没有到完全做梦 也不全然啦 毕竟它是国内或者说全球最大的PCB的厂商嘛 所以它虽然产线有影响 会影响到它第四季的那个破例表现 会稍微往下掉一点 但第一个现在不公布 第二个它的基本的规模其实还是在 而且你从它的一个技术面角度来看 月线季线现在都是下弯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月线跟季线 月线的扣底在这里对不对 箭头在这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你看到那个跟着动的就是均线的扣底 然后黄色镜头是不是在这里对不对 那我今天礼拜一嘛 我礼拜二在这里嘛 礼拜三 这是算低点喔 因为我一直切不回来 把它切到收盘价了 然后礼拜四 好啦就这样子啦 对不起 应该在这边嘛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四是不是整个往下掉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季线会开始翻扬 然后 对不起月线会开始翻扬 季线是不是也一样的概念 季线现在在这里嘛 拜二拜三拜四 虽然说 差不多啦 就跟现在的价格其实差不多啦 但是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两条均线 它都会开始出现翻扬的走势 对不对 所以你从技术面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这个时候 我们刚跟大家所谈的几个重点嘛 就是 原本火灾的产能 这个时候应该会 到年底的时候应该会 开始认证开始做出货 就会把它填补回来 然后 当然我们刚刚讲嘛 它是 PS5的跟Xbox的ABF载版的供应商 所以ABF载版它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从火灾低点以来 外资一共增加了3.98万张 成本大概是在72.2 跟现在的价格 其实并没有说差距来这么大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是说叫你明天立刻要跳进去 而是 因为它礼拜四之后 至少月线会先搬上来嘛 那 那个时间点当中 大家可能就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再来看 下一档个股 一样是游戏机概念股 这家公司是 Switch的供应链 叫做3227的原相 那原相事实上它不只做那个 感测IC嘛 因为像Switch或者是之前的那个Wi 它是感测你 你那个 你那个 控制器或摇杆的动作 然后来判断出 你现在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好但它其实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光学滑鼠 它的全球市占率 大概是到70%左右 所以它是全球最大的光学滑鼠的 感测的那个IC的厂商 好那 以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PCNB的热潮其实没有掉 所以它第四季应该是有机会维持一个成长 那 Switch在第四季应该会稍稍有点下滑 好但是明年有一个新的产品推出 叫Switch Pro 好那快一点的话应该再上半年 好那如果以 目前整个Switch销售热潮来看 它其实也只要有大作啦 那个油漆机其实都会卖的不错 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机器推那么久了 我刚刚讲的嘛 你看 在这一两个礼拜 它在日本卖出了24万台 那当然其他国家就不用说了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股价 目前看起来是一个 七星整理对不对 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收链三角 然后这一波股价拉出一根旗杆嘛 对不对 这种股价通常怎么看 就是它什么时候做突破 那基本上突破 价格就重新做表态 那以目前来看就是 法人买的比较少啦 外置投进大概增加了1473张 成本是197 跟现在的价格其实并没有说落差特别大 那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那个 那个奇形突破的那个走势 好那这是两档 比较大型或者说比较中高价位的股票 那有没有中低价位的股票 有 指标性个股什么 2337的旺宏 好那旺宏的部分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它是 Switch 那个ROM 就是那个卡带的那个记忆卡的那个供应商 那同时也有供应一部分的零件 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谈 我要讲的重点是 包括了像是中兴黑名单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9月多的事情 那因为你认证 事实上大家都差不多啦 当然你 产业不同可能时间点会有点落差 但是大家大概都是在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认证期间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初因为造益创新是中兴的大客户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没办法做的话 简单讲我如果原本跟造益创新拿货的 我这个时候没有货怎么办 我就只好跟华邦店要 我只好跟望红要 所以这个原本其实它就具备有转单效应 那因为9月份的事情到现在11月份 所以有没有开始转单了 据我们所知啦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 客户已经原本是造益创新的客户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跟望红再去做一个拿货 所以整体来讲 我认为11月份的营收表现应该会不错 除此之外 这个事情比较少人提的是在于 苹果的AMOLED的面板 AMOLED的面板 因为这个 这个物理特性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些亮度不均匀 然后还有寿命比较短 这两个状况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外挂补偿 那这个外挂补偿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NoFresh 所以大家会想说 AMOLED跟 跟望红有什么关系 最主要就是 苹果的AMOLED面板 它外挂补偿 会用到NoFresh 那以目前市场所传出来的消息 市占率大概大概50%左右 就是有一半是它的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因为 因为 苹果接下来都是采取 采用比较好的面板 高阶面板 MIN类也好 AMOLED也好 或者是 OLED面板也好 这些面板 因为它有用 怎么讲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因为有需要这个外挂补偿的关系 所以整体来讲 我认为 这会是一个比较新的成长动力 那任天堂的 让它需求当然很稳定 这我想不用多谈 明年获利挑战3.8 以目前的价格来看 36.7它的本益比其实并不到一倍 所以你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上升轨道 今天碰到有点流上影线 但是整体来讲 这一次突破的机会最好 为什么 因为 这一次法人其实买的比较多 外资跟投资金一共增加14.9万张 成本大概是在34.4 以今天价格来看不到一成 这个应该属于 还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股价后面怎么买 这个之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跟大家谈 那最后一档个股呢 要跟大家谈的是 洪家军 2392的振威 第一个它是苹果连接线的供应商 然后它同时也是PS5的供应商 所以它在11月份12月份 它会同时出两个非常热销的产品 至少感恩节圣诞节 我想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那个 媒体在报导说那个 最想要的感恩节清单或者是 圣诞节礼品清单 因为现在大家鼓励说不要聚会 对不对 但是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 iPhone一定榜上有名 然后PS5 Switch 我觉得这都跑不掉了 那因为它出货这两个 这两个产品 所以它的出货热潮应该是有机会延续到 明年的第一季到明年第一季左右 那以今年的获利水准来看的话 因为它要超越去年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它前三季3.06 然后去年全年是赚4.1 差1.04 那去年第四季赚多少 它去年第四季赚1.3 所以我只要赚到差不多的价格 我就可以超越去年的获利 对不对 好那即便你看 这个是真的是急起直追 因为它第一季只有赚0.04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某种程度上面它因为帝延 所以它后面的获利的确表现比较好 但无论如何你看 我刚刚讲就是4块出头 那以目前的本益比来看 是不是大概就是10倍左右 甚至10倍不到 而且它公司的净值是47.01 也就是说 什么叫公司的净值 就是说我今天 买这家公司 我马上把公司清算掉 我一股大概都可以给你47块钱的价格 但是你现在用多少价格去买 42.55 这叫股价净值比的概念 那简单举例是这样子 那会计如果真的要清算一家公司 就是当然不是那么好算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就像这样 所以从9月30号以来 外资一共增加了7598张 成本大概是在41块7 我认为这些个股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 以现阶段的那个基期来看的话 如果你要找高基期的 或者说强势股 当然有 强势股当然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谈的国具 或者是今天股价涨停满的联电 但是因为会没有 所以我就不多谈 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说 这个时候 你要去布局的重点 是会落在 相对第一期的股票上面 那第一期的股票上面 这个时候我觉得 大家可以留意的产业 放在游戏机上面 那提供极当指标性的个股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但对于投资面而言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挑选 因为我刚刚讲了 有一些股票可能要等 那有一些股票好的买点在哪里 它的出场点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 你想要跟上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透过 你看的影片下方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手机版的话 这个位置下方有一个Google表单的连结 那点选连结之后 你把你的基本资料填一填 我们会有服务人员跟你做联系 或者是说 你可以透过加入我们Lite 小鼠NAE2953i 或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QR Code 那当然如果不方便 或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653-8299 02-2653-8299 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1月23号的台股最前线